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薅满地 卢亚短 正是河豚遇上时 独苏式的慧虫春江玩景 仿佛扑面而来的就是千百年来 长江豚类繁衍生息的热闹场景 作为母亲河 长江是我国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淡水生态系统 许多古生物发源于此 而长江江豚就是其中最为珍贵的物种之鱼 10月15日 兰斯重响气候变化观察团 长江江豚站在武汉白济豚馆正式启动 这是本年度兰斯观察团到访的第五站 也是2012年的最后一站 连日来洞庭湖频发多起江豚死亡事件 仅昨天一天就发现了三头江豚尸体 而今天的本台记者又披露说 香港在短短的12天里面也发现了七具江豚尸体 长江江豚是我国特有的物种 而目前的种群宾位的状况已经超过大熊猫了 所以专家呼吁应该紧急把长江江豚 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身为一级 本站之所以选择长江江豚 是基于这样一种考量 长期以来长江中生存着两种精类 白济豚和长江江豚 2006年 由中外最权威的精类专家组成的联合科考团队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 悲伤地宣布 白济豚可能已经灭绝 时过境迁 被誉为白济豚表亲的长江江豚 是否将面临同样命运 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天气 捕鱼 航运 沿岸化工企业等人类活动的干预 以及雄心勃勃的城市发展规划 究竟会给江豚带来什么 江豚保护的现状如何 未来究竟应何去何从 好 沿岸化工企业 依静 哇 喽 喽喽 他没过来 喽喽 喽喽 这一块叫龙王鸡 因为城区有10公里 在前年的时候 听见别人说 这块有江藤 然后我们专门大家约着一起过来 看这个江藤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比较密集的 拍摄到了江藤的深刻 在这一块的一些细水 足余的那种视频和照片 然后大家因为爱护江藤 大家就从城区头部 走到江藤湾10公里 然后给江藤湾这块区域的 做环保 点点圣河垃圾 一些可回收的塑料瓶 然后进化江藤湾 这个环境 今天我们来到的地方呢 是石首天然洲 江藤国家定家保护基地 现在我们坐上船 想要看看 真实的在长江湖道中的江藤 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是天鹅州水最深的地方 那江藤会大浪地出现在这里 但是由于今天风有点大 我们想看看 是不是能够看到江藤 10月16日 兰斯重响气候变化观察团 在细雨萌萌中 沿江而上 到达天鹅州 世界唯一一例 成功实践 金屯类 动物牵地保护 并自然繁殖的保护基地 您这两年来 就天天跟他们这样 教室相处 来喂他们 您觉得他们有意思吗 那肯定有意思 哪有意思 他就跟人一样 是人心 是吗 每次我都坐在这里 你坐在他就浓来的 我被威死 他现在坐在 我有过程坐在他就浓来 他就兜里玩 您平时往这坐 他们就知道 可能您要喂食了 他就过来了 不喂食他也浓来 上面这里 把一个转转的 就再出 所以就走了 您是因为 您基本现在 就是有工资啊 什么不会被生计 发愁了对吧 那都是吃药的 那都不是主要的 主要还是在 就是我年来 这个呢就是说 在跟江藤的那个 那个事业在服务 就是产生的 对江藤产生的 感情 那您现在 这是家里面几口人啊 我家里无可能 那只有您一个人在工作吗 我老婆在这里做 你在这边工作 那您觉得 现在这边就生活还可以吧 生活可以 位于湖北省石首市的 天鹅州长江故道 是九区回肠的 金江江段上一处 并不起眼的西湾 江水至此 向北迂回21公里 再奔流向东 白转千回浩荡入海 从九年年开始 我们这个窦口 这个以前不为长江故道 也是算长江故道 在98年 将这个洪水大体建构以后 这里形成了一个 令院式的 圈锁动物 江藤就一直在我们这个江藤里 在我们这个故道里 平凡的生长 再不过来 我们往前也认为 刚刚我们采访到了 三户街村的村长 然后呢 他是在这个渡口 从06年开始 一直在这边开渡口 然后他们 他刚才村长跟我讲 他们这个村子的村民 大多都依靠农业生存 他们就种棉花和水稻 然后这个村 我觉得收入还蛮高的 他们一年年收入 大概能达到 一万五千块钱每个人 所以我觉得 而且现在不让捕鱼了以后 他们主要依靠农业和百度为生 他们觉得其实保护好了自然环境 那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也会提高 幸福感也会提升 所以我觉得 就是从每一个村民的角度来说 其实天鹅州的保护 对他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变得非常重要 最幸福的 我们有这个姜村放在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有领导 对我们有愿化的领导 我们还是想知书了 还是我上身了 只要把姜村把握好 我们到未来的好 是肯定不远的 我是那么想 10月18日 行船于江西九江市湖口县 活阳水与长江水汇合处 形成了巨大的漩涡 界限清晰可见 这里就是江屯经常出没的地方 也是兰斯众想 气候变化观察团 长江江屯站最后的观测点 这是巴黎江口啊 这是最多的地方 咱们这块可能大概生活了多少只江屯啊 观察 这个历史上是长江最大的一个种群 是历史上 就是97年 96年97年98年的这个时候 长江同步考察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最大的 80头 现在可能变迁了一点 少一点 大概可能还有多少 现在大概还有20头吧 活阳湖可能是江湖交汇的这个江屯也比较多 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 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那个德连独厚的江湖交汇啊 这个 鱼类资源 复古 它这个江屯吃鱼啊 额料比较丰富 地方啊 它的江屯比较小 这个长江县的水还比较少大点 掉水小了 它这一点的地方 过往船只它肯定会有影响 所以经常会螺线桨会打死江屯 人生的城市 保衛江藤湾 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湖口 应该说是在长江里头 这个江藤是比较多的地方 只要把江藤保护好 我们到未来里去考虑 是肯定的 我相信在我们所有的地方 在所有人的努力下 江藤的微笑会永远的留在长江里 关注环境 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保护江藤 保护长江 保护地球 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保护江藤就是保护我们人类自己 通过我们的努力 可以改变江藤的生存现状和命运 我希望真的是所有人都能够行动起来 然后留住江藤的微笑 保护江藤湾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